它其实不是关于《梅艳芳》的一部专辑电影 而是一部《舞旋律》影片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看电影的阿嬷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梅艳芳》这部电影的一些关后感吧 看完之后呢,其实心里面有一大堆的疑问 一大堆的问号 但是呢就没那个胆量坐在这里看看而谈 而是转头在电脑上面开始搜她之前采访的视频啊 一些唱跳表演演唱会的一些片段 那这个AI机器人好像是摸准了我的口味和喜好 这两天给我疯狂的推送啊 其中有一条啊,推到了什么呢 1999年梅艳芳参加央视春晚的时候唱跳了一首 《床前明月光》 哎呦我的妈呀 那个风格可真的是赞爆了 我的天哪,我那个记忆瞬间 拽回到1999年 我就在想说,哇塞 这得亏这事发生在20年前 这要是现在,我都能想到这些网友 上来会怎么批,什么艺术 要接地气,但不能接地服 你这穿的什么呀,这是女鬼吗 你这歌喉怎么这么嘶哑呢,对不对 所以我在想,如果梅艺梅姑现在还活着 如果有人怼她,她会怎么怼回去呢 我就会想这些事情,想着想着呢,我就笑不出来了 心里面甚至会有一丢丢的心酸 那一个时代能够包容得了很多怪诞和诡异 能够包容得了很多穿衣的品味和风格 也能够包容得了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所以梅艺梅真的是属于那一代人的悔意 是那一代人的精神icon 我就记得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右边做了一对情侣 男士明显比女士大蛮多的 然后男士就从头哭到了尾 右边那个女孩呢,就睁着一个扑衫扑衫的大眼睛问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好在哪里呀 你为什么这么感动,你在哭什么 你就完全不能代入 我回来总结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是因为,这个王丹妮小姐啊 虽然,这个王丹妮小姐 她不是一个科班出身 她只是一个model,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她只是临时抱佛脚演了上了六个月的表演训练班而已 就胆敢演梅艺芳 你让一个新人去演梅艺芳 还要演出梅艺芳的精髓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又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 下下策,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港圈 你问任何一个华裔的女明星 你问她,你敢演梅艺芳吗 你敢吗,没有人敢站出来说我敢演 因为这真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一,你可能根本演不好 第二,你演砸了 你也扛不住这口锅啊,对吧 所以说最后导演只能退而求其次 那就找一个一张白纸吧 对吧,那只能找一个一张白纸 我让她怎么演,我教她怎么演 走到哪里怎么说 她就这么说 结果呢 结局就是这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王丹妮小姐 无法让观众第一时间认定 这就是梅艳芳 因为这个前提的存在 而导致给这样一个素人演员演的大明星 陪伴在侧的他的好朋友们 却让我们都非常熟知的大腕明星来演 什么林家栋啊,古天乐来演 那这个东西一看就非常的出戏 对不对 因为第一,你不能相信那个梅艳芳是梅艳芳 第二呢,你更不能相信在他身边陪伴在侧的这些人 是梅艳芳的好朋友,刘培基 你却只能觉得,哦,他是古天乐 他是林家栋,对吧 就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操作手法是非常非常反套路的 没有一个导演,没有一个拍传记片的导演 敢这么搞事情,你信我真的没有一个传记片的导演敢这么搞事情 只有谁,只有昆丁塔伦蒂诺在拍好莱坞往事的时候 他让这个布拉德皮特去演一个小喽喽 却让了一个素人去演李小喽 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是因为他那部电影整个都是关于这个演员造星机制的一些探讨 他把他这些诉求放在了里面 所以他才会故意这么安排的 所以在传记影片中啊 让一个大腕明星去演观众眼里的素人 再让一个素人去演观众记忆里的大腕明星 这种割裂感 你是无法在这个电影里面说通的 完全不make sense 第三点让人频频出气的 那就是这个电影里面不免要用到真正眉眼方 在某某年参加某某选秀节目的一些史实资料 那穿插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呢 你会有一种频繁的跳进跳出的感觉 梅眼方曾经在某某场演唱会里面 那样的那个形象已经深深印在你的心里面 你还怎么能相信你眼睛里看到这个王丹妮小model 小模特演的这个梅眼方 是梅眼方的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原因很好想象 你要构建一个人物 那一定是要构建围绕这个人物的一些矛盾关系 对不对 那这个人虽然私人已逝 但是围绕着他身边的那些人都快活着 那些矛盾关系 在现在看来 是有一些不能触碰的一些点 对不对 你越矛盾冲突突出的地方 那不就是别人心中越不能触碰的伤疤吗 那怎么可能授权允许你把它搬上大荧幕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电影里面看到什么后藤真烟啊 改名叫后藤熙灰 然后呢也不写这个后藤熙灰当时如何如何出轨 如何如何扎 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日式甜蜜小清新 再有呢就是得罪大佬的那场戏 对吧 被这个黄朗维掌锅这场戏之后呢 刚刚跟这个阿斌逃到了泰国 前一秒还是最暗题材的一个拍摄手法 下一秒立刻变成泰式小清新 再有呢就是你讲了梅姑的故事 你能不提梅姑最好的朋友张国荣吗 那演张国荣这件事 那又是史诗级的高山啊 对不对 你现在连这个梅艳芳这一出还没整明白呢 你还要再找个人 那你只能草草找个人去扮演张国荣 然后你就找了一个没有半分神韵相似的一个素人演员来演张国荣 导致王丹丁和这个素人 几乎素人演员啊 站在维多利亚港 对着这个霓虹闪烁 坎坎而谈 说以后我们要在红坎开这个演唱会 对吧 然后到时候我当你的嘉宾 你当我的嘉宾 你也不许授权 我也不许授权 我们的未来 就像星星一般的闪耀的时候 没有半分的说服力 那一幕真的很让人跳戏啊 当然呢 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议啊 不止这些 还有更多 其实一部传记电影啊 非常非常的难 因为把一个人的波澜壮阔的一生啊 浓缩在两个小时里面 还要让人看得惊惊有味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一部传记电影这么难拍 为什么还要拍出来呢 这是阿萌 脑子里面要一直存在的问号 我在想 难道是因为 呃 梅艳芳这是梅艳芳的诞辰 还是梅艳芳的忌日 阿萌掐指一算都不对啊 不年也不节 到底为什么 然后我就去看了 关于这个江老板的采访 他说什么啊 说这个 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啊 江志祥与团队采访 搜集了还量的资料 走访了大量的雇友 但在拍摄时啊 无法将梅艳芳的人生面面俱到 说真要讲他的一辈子 一百小时都讲不完 最终呢 江志祥导演啊 决定 放弃对梅艳芳 个人私生活 列其项的展现 从而对他的奋斗精神 和仗义大爱 为核心组织素材 所以呢 阿萌总结啊 就是 他其实真的不是 一部 真正意义上面的 个人转接的电影 他更多的 像是一部 香港 香港史 你明白吗 就是他借助这个 梅艳芳 这个香港的女儿 做一个线索人物 而串起了 香港这些年的发展 我觉得这样一看的话 你就能说得通了 所以呢 这部电影啊 讲了梅艳芳的光荣奋斗史 同时也是香港的光荣奋斗史 这部电影 所以这部电影拍的 有如何如何的妙 所以说到这儿了 你还会觉得 这部电影是一个 仓吐上马的电影吗 所以说到这儿了 你还会觉得 它是一部 非常非常撕扯的电影吗 我觉得 如果你能明白这个的话 这一切可能都说得通了 可能 今年要上映一部 关于梅艳芳的电影 不是因为梅艳芳的诞辰 也不是因为他的忌日 而是因为一百周年 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OK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 还是建议你看一下 欣赏一下 也回味一下 如果你已经看了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来留言区域 来评论区 来留下你的观感和想法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啦 拜拜